大家好,這段是要跟大家說明這個 NKV封裝工具 NKV2O NICS 的這個下載 還有安裝說明 那這個 這一篇的那個,因為有一些零解還有圖文說明 貼在U2的註解這邊 點一下這邊就到這個 這個圖文教學頁面 那有空的人可以點一下這個訂閱 那這個 前沿的部分就大家到這個頁面來就看一下這樣子 那這個 備用載典 如果 這個裡面太久沒有更新的話 就到這個網址 去下載更新 下載新版 OK 然後下載的話 現在作業系統應該是64 應該都用64位元了 那你就下載那個64位元的 這個 這個 Po Turbo 是指 手提 就是指攜帶版的意思 也可以叫那個免安裝版 我們習慣是叫免安裝 免安裝 一般用免安裝就好 那好處就是你 不要用的時候就直接把那個 目錄 就是你這個好處就是說 這個目錄直接刪掉就好 不用什麼反安裝那些什麼的 OK 好 那就這邊 那下載好了之後 他就是放在這個下載這裡 好下載這裡的話 要用那個 7heep 進行解壓 進行解壓這樣子 那個 解壓 解壓縮 如果是那個被存載點的話就是 解兩次 解壓縮了 因為那個被存載點是 是這個 就是被存載點就是 從這邊下 從這邊下的那個64位元 這樣子 那接下來是要說一下這個你要把這個東西放在哪裡 解出來這個目錄 NKV2O NIX這個 放在哪裡 那 他這個指線 放在那個 因素資料夾 你不要把他放在中文 或者是 其他奇奇怪怪的那個目錄裡面 這樣的話可能會造成那個沒辦法執行 那在之前的那個 因為我這一篇已經改了很多次了 先前是叫大家放在D D草 在前一篇是 叫大家放在那個 西草 那因為有 寫入全線的問題 這個寫入全線的問題 所以說 現在是他叫大家放在這個 檔案總管的文件內 好 你就是把這個剪下來 剪下來然後到這個文件這邊 滑鼠右鍵 貼上 貼上這樣子 或者是你直接 像我版本更新嘛 他有新版本的話 我都是直接這樣子 然後就這邊貼上這樣 這樣也可以 這樣也可以 就是直接取代掉這樣子 你就是直接把它移過來放在這個文件這裡 為什麼不放在這個下載這裡 為什麼不放在這個下載這裡 因為下載 通常會積一堆東西啊 下載會積非常多東西 你這樣子的話 在後面會很亂這樣子 你可以把它放在這個文件 或者是音樂 圖片 或者是這個 影片這邊 都可以 那 這個地方 這些東西是放在哪裡 他是放在那個使用者 就是那個User的那個裡面 那User是有那個寫入全線的 就是說我們在 那個Windows 你這個重新開機之後 要那個登錄 那一開始就登錄 就是那個使用者 的權限 那這個使用者的權限就是 放在那個 你可以 對那個目錄進行寫入 這樣子 那他這個 這邊 的是別名 這邊是別名 他實際上的絕對入境是英文 他實際上的絕對入境是英文 所以說 不用擔心他 這個後面執行會不會有問題 他的絕對入境是英文 我們看一下這裡就知道 他的執行檔是這個 滑鼠右鍵 內容 看一下 這個就是你的使用者 就是你Windows登錄的 你在安裝時的那個時候的 使用者 是這個 那你現在執行的是用這個使用者 然後他是放在這個Document字 這個裡面 就是文件 那他這個 中文 其實 他是別名 他是別名 他的 實際上的路徑是英文 所以是不用擔心 說他是不是 中文資料夾什麼的 不用擔心 你就把直接放在這個使用者的 這個文件下這樣子 那 他的容量也很小 你也不用擔心你的SSD 會不會塞爆 不知道100mai 這不用擔心 他這個容量很小 因為現在的吸槽 都是那個SSD嘛 你也不用擔心啦 大概100mai左右而已 很小 OK 那這一段主要是跟大家說明這個東西啊 就是說 你這個解壓出來這個目的要放在哪裡 就是放在這個 這邊的 大概是這一些啦 你可以放在文件或是音樂或是圖片 影片這裡啊 這樣子 那我習慣是放在文件啦 因為他是處理這個 一些資料的東西啊 這樣子 好 好 好 那接下來是要跟大家說的是那個桌面路徑 你要不要設這個桌面路徑 那先前是叫大家要設 因為方便執行這樣子 那 現在有個問題是有時候你不常執行 不常用到 的話 假設你不常使用到這個mkv2onics 那就不用設 就不要去設 你在這邊 忘了說一下 在這裡的主篇目錄這裡 有一個那個 將副檔名顯示出來 大家可以去參考一下這裡面的文章 要把那個 副檔名顯示出來 這樣才能看得到這邊的副檔名 就是這邊這個檢視這裡 所以勾一下就好 這樣子 參考一下這一篇 OK 那這個 你假設你不常用到這個mkv2onics 那你就不要把它放在桌面 要不然你這個桌面到時候 記憶堆東西這樣子 看起來很雜亂 不太好 那 就是 那個 你要執行的話就是 直接點這裡嘛 因為檔案總管是 這個windows裡面 執行 它是一定要執行到的東西 第二個執行的就是流氧器而已 最常使用到的一定是檔案總管 那檔案總管就是點擊這邊的 那一般的話 是這個快速存取 快速存取 那我習慣是 用這個 就是快速存取是文件這裡 那我習慣是用本機 然後 到這個文件 然後在這裡的這個 它的執行檔是這個 nkv2onics 那個 減字號 然後這個 GUI GUI這三個字 是圖形界面的 那個剪寫 圖形界面的 這三個字 它是圖形界面 圖形顯示界面的一個 那個 圖形使用者 這個 介面 這三個 單字的 間線 好 那你這邊找不到的話就是 就是這邊啊 這個 那一般的話是可能是這個圖形的 那你把它切成這個 或是這邊的檢視把它弄成這個清單 會比較檢視 這樣子 好這邊 是跟大家說明一下這裡 那假設你 經常在使用要使用到這裡嘛 你是經常在使用這個 影響轉換 影響轉檔這個處理的 那你就是 在這上面 滑鼠右鍵 就參考一下這個圖 滑鼠右鍵傳送到 桌面 建立幾境 這樣子 就是這一串 那好的之後就是到這裡了嘛 那這裡的時候你就是因為它這裡 滑鼠右鍵 那個太長了 不太 看起來不太舒服 你就是滑鼠右鍵 到這裡的滑鼠右鍵你這邊 重新命名一下 把它重新把它 縮減一下這樣子 這樣看起來會比較 比較爽快一點 這樣子 就是把它 重新命名一點 重新命名這樣子 把它名稱 縮小成這個 MJV 20 NIX 然後那個GY介面這樣子 好 然後這邊你就把它放到你 習慣的那個 有的人是 左邊右邊 上面下面這個 那個 看大家的那個習慣 好 這樣子 那 後面就是點擊開來就可以到這個 這個 這個界面 開啟的時候 我忘記了 可能是 這樣子 在這邊要 就是跟大家說一下你這樣子會 我忘記了 它就是 因為有的那個界面是用那個筆電的 筆電在執行的話會 比較小 那有的是桌機 那個桌機的 那有那個桌機的那個螢幕比較寬什麼的 那你這邊 可以調整一下 左下角這邊 它會出現雙箭頭白色的 然後滑鼠左鍵按住 拖拉一下 拖拉一下 這樣子的話會看起來比較 在操作上會比較 然後這邊 稍微調整一下 因為它現在是用那個 那個 它是改成這個 那個瀑布式的 的方式啊 所以說你這個要調一下這樣子 這樣會比較好 去 檢視 那中間這裡 有沒有中間這邊也可以調 中間這邊的那個 有沒有它會出現一個 橫槓 然後 直 直槓 然後左右雙箭頭白色的 滑鼠左鍵 那個調整一下 壓住 那 後面的時候這邊加入的時候 會比較好檢視 跟這邊 也會比較好檢視這樣子 好這邊 把它拉動一下 那因為我是要解說所以說 那個介面弄得比較小一點 這樣子 好 好 那接下來是有一個那個使用指南啊 它是放在這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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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 Document 紙這裡 Doc這裡 那就是這一個 NKV2 Mix這個 GUI這個 可以點進去看一下這樣子 好 那 這邊就是這三部分 就是 第一個是 下載 下載完之後 GIP解壓 解壓完之後 把那個資料夾放到文件 或是這邊的這一些 那接下來是 你要不要 設那個桌面路徑 這樣子 OK 好之後就是調整一下這個 這個界面 要不然 那個 界面太小的話 那個操作起來 不是那麼順 好 那就是 大概就是 解釋 就是 就是這樣子 那 呃 就是這樣子 那其他的那個使用教學就點這邊 然後 防衛到這個 儲篇目錄 這裡 這樣子 好 那 這個 就 這樣子了 謝謝大家 耐心收看 此段視頻